好,那我們再看一下,如果租約改變 好,我們只講租約改變這個部分就好了 然後第四個,我怕標準你又搞得更複雜一點 也就是如果我的租賃有包含了土地跟建物的租賃 那土地的部分,如果你到時候沒有移轉的話 土地就是算營業租賃,建築物可以算是資本租賃 只要你到期這個租約屆滿,這個租賃物沒有無條件移轉 或者是沒有優惠認購權的話 這個租賃的土地的部分就算是營業租賃 因為到時候要還給人家的 這是後面的427頁的一個例子 好,那我們現在,這樣這個例子有沒有問題 就完全是跟課本一樣 好,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雖然期末考我會給它出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勾的題目裡面 但是你如果自己沒做的話 我想你還是會搞不太清楚的 所以你一定要動手做 好 好,那我們現在接下來看一下 如果租約改變425頁 好,我們先從租約改變開始講 如果租約改變,而且這個改變並沒有變動租賃的性質 也就是說本來它是營業租賃,改變以後還是營業租賃 那如果改變前它是營業租賃,改變之後變成資本租賃 那我說了,就跟你一開始變成,一開始的資本租賃是完全一樣的 好,所以沒有什麼不一樣跟前面的 那如果你是營業租賃,改為營業租賃,那也很簡單 也沒什麼,就看你到時候規定的租金怎麼付 就怎麼付而已,就借租金費用,貸現金就完了 那出租人就是借現金貸租金收入,就沒什麼困難 下面講的是,如果你的租原來是從營業租,資本租賃,改變之後 我們也先講說,它的租約改變,修改租約不變成它的租賃性質 也就是說,它是融資租賃,改變以後還是融資租賃 那跟我們這邊的有點像,我的衛保證產值改變的有點像 也就是說,我改變之後,我的運修租賃款應該是多少 我的陳租人的應付租賃是多少,然後重新去做調整 好,如果你的租約改變,但是不影響它的租賃的性質 尤其它是融資租賃,如果是融資租賃,那不管陳租人也好 出租人也好,這個租約改變,它都要變更,它都要改變 好,它都要改變,那我們就是重新去計算改變之後 陳租人的應付租賃款應該是多少 好,出租人的應收租賃款是多少,然後再去做調整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市例20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清上公司呢,在X0年初 然後資產租給上陽公司,條件是資本化的利率就8% 反正146隱含利率就是8% 每年租金是14578,然後是年底付款 那到X2年初的時候,租期還有8年的時候 兩家公司都同意修改租約,租期不變 好,然後呢,那每年的租金調升為16萬 也一樣是期末付款 那屆滿呢,是陳租人呢,把租賃物還給這個 清上公司 然後這個租物呢,沒有保證產值 就是估計它沒有產值,所以就也不用保證 那X2年初呢,好,這邊就不要讓你算了 就是不用從X0年開始算 好,直接告訴你,X2年變更的時候 應付租賃款的余額是85萬7792 資產是一開始的時候是99萬0736 好,累計折舊是19萬8147 你要知道這個租賃資產 租賃資產99萬0736 就是一開始的應付租賃款的金額 也是這個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產的供免價值 那應付租賃款的余額是1214624 或是10千利息收入這麼多 好,總之 好,我們改變了這個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陳租人跟出租人 要怎麼做它的調整分路 好,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根據我每期的租金改為16萬 你看,應付租賃款的限值會是多少 因為他告訴我原來是145000多的時候 在X2年初它的應付租賃款的余額是多少了 那麼現在把它改成16萬 而且它還有什麼?還有8年 好,所以因為還有租期還有8年 好,8年 那他的資本化利率是8% 好,那沒有產值 所以我直接用16萬去算我的租金的應付租賃款 在這個租位改變之後應該要有的金額 好,看一下呢,16萬去乘上利率8% 年金限值 好,16萬8%的8期是5.746639 5.746639 所以算財是919462 好,應付租賃款是919462 但是我現在應付租賃款的 我現在改變的是應付租賃款的限值是多少呢? 這裡告訴你是582792 好 所以我的應付租賃款要增加 好,我們看一下 那852792 所以我要增加66670 好,所以我應付租賃款 要增加66670 好,這是一個陳租賃 好,要應付租賃款要增加的 但是他這麼增加 對他的資產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因為資產的公民開始日呢 他的公民價值還是99萬736塊 所以不影響他的那個租賃資產的公民價值 但是不影響的情況下 我們代替應付租賃款 好,所以我的公民價值不影響 但是我要代替應付租賃款 我的接方會是什麼? 回想一下我們剛開始 應付租賃款的那個產業的時候 代方是什麼? 是我的租賃資產 所以等於是說 我的租賃資產就要去調整他 雖然他這個條件裡頭 並沒有去說 他的公民價值有任何變更 可是你想,我的應付租賃款 因為做了這樣的一個變更 所以我的原來原始更度產生應付租賃款 是不是借租賃資產代應付租賃款 所以當我的應付租賃款變更的時候 尤其他是增加 增加或減少都一樣 好,所以我這邊要寫的是什麼? 是我的租賃資產 跟原來的分度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租賃資產的增加 那跟我原來的公民價值是無關 好,這是因為 純粹是因為什麼? 我的租賃合約改變了 好,所以對於成租人來講 我就要做這個 跟調整分路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做這個調整分路 未來我的租賃合約 就是我未來我承認的利息費用 好,跟我這邊所做的 原先的一個貪消表就不太一樣 因為我已經改成16萬了 好,所以下一個年度 假設 好,我們現在是差二年底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呢 差二年初 差三年 差二年初 好,這是差二年初所做的調整分路 那差二年底 請問一下差二年底 成租人要做的分路 好,因為我們只做一個年度而已 所以我們就不做 不寫貪消表 好,當然如果你想說 我不知道我這樣寫對不對 你也可以什麼? 做貪消表自己算看看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 到年底的時候呢 我要付租金 因為每期是期末付租金 所以我是承認利息費用 然後呢 承認 充檢我的應付租令款 代計現金 好,這是成租人 我的現金付的是16萬 那我的利息是根據什麼? 我的應付租令款 在差二年初算出來的限值 來算他的利息 來算他的利息 919462 好,919462去算一下 看一下 好,我們的隱含利率 我如果現在是919 想一下 我現在的 我算出來的這個限值是919462 那我是根據什麼? 根據8%去算出來的 所以照理說我一樣是這樣做 但是這邊有問你說 我要去重新計算他的隱含利率 好,表示什麼? 他有沒有什麼? 無條件償還 好,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陳租人這樣做可不可以? 因為如果我算出來的是919462 而且用8%來算的話 那換言之我每一期 應該用這樣子去算我的利息費用 是可以的 好,應該這樣我去算我的利息費用 是可以的 好,所以我的利息費用 應該是919462乘上點08 所以我的利息是73557 好,那我的應付租令款要衝銷的金額 就是16萬去減掉 好,我的73557就是我要還的應付租令款 所以是86444 86443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做貪銷表 好,如果你也可以去做一下8期的貪銷表 這個我的919462 8年之後是不是 他的應付租令款就零 付了16萬之後 他的應付租令款的餘有就是零 因為就是衝掉 因為他沒有殘值 好,那這個上陽公司 他做的分錄 好,然後接下來看一下 所以看一下上陽公司 他就沒有寫 他利息費用有了 他二年的利息費用有寫在這邊 好,462月 他就73557跟我寫的一樣 算的一樣 那同樣的 接下來就說我的 我的 差二年底我要呈現折救費用 代累計折救 那我的金額怎麼算 我本來是不是算出我本來的資產是990 990 990 看一下我的折救費用要怎麼算 990 736 好,我的資產的金額 990 736 減掉 198 我的累計折救在X2年初是198147 好,這是我的帳面金額 但是我現在是不是又加了 666 670 好,因為我這邊借了 租齡資產 66670 好,因為 所以我這個時候的帳面金額是這樣子 沒有講 直線法 沒有殘值 除8 好,所以直線法去提列我的折救費用 所以是990 990 736 990 736 減198 147 加上66 6 70 除以8 所以我每年題的折救是107 107 407 好,107 407 好,這是每年的折救 我每年接下來要做的折救費用是這樣子 看一下後面有沒有寫 有了 在426頁 從X2年開始每年題的折救費用是107 407 這426一開始寫的 這是陳朱仁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出朱仁要怎麼做 好 那出朱仁呢 我要調整是我的應收租令款 好,我的應收租令款 看一下 我的應收租令款 如果根據剛剛所看到的 他已經告訴我X2年初應收租令款的余額 會實現利息收入了多少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如果我的應收租令款 我應收租令款怎麼算 是不是我未來會收到的租金 加上保證殘值,加上未保證殘值 那這個例子裡面 他好像沒有什麼 未保證殘值 也沒有保證殘值吧 好,乘上8 我們現在剩下8年 看一下他有沒有保證殘值 沒有 沒有 好,他這邊呢 看起來他上面並沒有寫說 他有保證殘值 或者是未保證殘值 所以他是租期不便 然後租令資產 沒有殘值 好,這個例子上面再確認一下 他都沒有講他有殘值的存在 所以我的應收租令款是16萬 乘上8 所以我的應收租令款在X2年初 是有128萬 但是我這邊講呢 題目上面告訴你 X2年初應收租令款的金額是1214624 1214624 好,所以我看一下1214624 所以我要增加65376 我要增加65376 才能夠把我的應收租令款的毛額 從1214624調整128萬 好,所以我要借的分路 好,這個我們把它擦掉 跟這裡無關的 這時候我要借應收租令款 因為要增加 6376 好,但是呢 我的應收租令款真的 你去想想看 我當時的應收租令款是借應收租令款 就是我發生交易的時候出租人的講 借應收租令款 所以我只能直接代替我的什麼 未實現利期收入 這增加 好,所以看一下 我的未實現利期收入 可以看一下我的分路是不是寫 借應收貸 未實現利期收入 那我要做貪銷表的時候 也就是說 我怎麼讓我的應收租令款 12128萬 到最後 到最後的結果會等於 就剛好就貪銷完了 因為它也沒有產值嘛 好,所以 我們的應收租令款的限制 因為是說我的隱含利率 我現在沒期收到16萬 乘上八期利率不知道 那等於我的淨投資金額 淨投資金額就是我的應收租令款 12860去減掉我的未實現利期收入 未實現利期收入 在變更之前是 351601 351026 加上 好,所以我的未實現利期收入 這個數字 351026 因為我現在加了這個什麼 565376 所以我的未實現利期收入的金額也增加了 好,所以是 加65376 65376 所以我的未實現利期收入是 41 這邊是41 416042 好,跟128萬去做比較 我是863598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原來 原來的金額是多少 我的原來1214 624 減掉351026 是86598 可是當時候是什麼 145000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所以 一開始我們是 145578 所以我現在調整 現在每期收到16萬 所以表示我的I就不一樣了 因為如果I一樣是8的話 8%的話 我算出來這個每期付的金額會不能是145578 也就是說我145578乘上8期 8期然後那個利率8%的年金限值會等於865期 863598 可是現在我的每期付的金額不是45578 而是16萬 那我最後要開價的金額一樣是863598 所以我的I就要重新去計算它 好,所以他就問你啊 我的他的隱含利率是多少 所以除貨來 86萬 863598除16萬 所以我的I是5.3974 5.39748 5.39748 75 好,假設我這麼多好了 好,我取的位數多一點 那我們去查一下年金限值表 其數是8的 8它是記錄什麼? 8%的話是5.746639 9的話是5.534819 所以我們去查出來 這個利率呢 不是剛好哪一個? 因為如果是I等於8的話呢 我這個限值 好,如果 這不是這樣寫的 這個如果 所以I如果等於8 其數是8的話呢 它的限值是 它的限值因值呢 是5.8%的話 是5.746 好,5.746 639 好,所以我這個數字比它還小 那所以找一個 因為一樣什麼? 一樣去找出它的區間出來 好,那9的話呢 是 我們剛看到 9的話是5.53 好,所以比它5.39還大了 所以介於8跟9之間 5.53 5.5348 5.534819 好 5.534819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算 它到底是8點多少? 它不到9 所以我們要去算它到底是8點多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超過9 超過9 可是我今天算出來是5.39多 對不起,對不起 8 這個比較大了 所以是I等於10 對不起 這邊是10好了 因為它5.7千比它還大 這個比它還大 就不對 我這個數字要在兩個中間 所以I等於10 好,去查一下 我剛說如果I等於8是5.7多 對啊 它都在兩個字下面 所以我要找它是上下的 所以I等於10的話呢 是5.33 5.334 926 5.334 926 好 所以我們這個算出來就是9點多 因為是介於9跟10之間 3.334 926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插補法了 好 所以我用9來算好了 加上 這兩個中間乘上1% 好 這兩個中間呢 5點 好 我先算上面好了 既然是這兩個相減 所以是5.5 3.5 3.4 8.19 所以分子呢 是0.13 0.13 0.13 7.33 好 那這兩個分母呢 就是5.5 5.34 8.19 跟5.33 5.5 3.4 8.19 跟5.33 4926 所以是0.199 8.193 好 看一下呢 1.13 7.33 除 1.199 8.93 所以是0.68 所以是9.68 70 好 如果不要取那麼多的話 0.6870 0.687 是跟課本一樣 6.870 課本上面寫的 好 一樣 好 I等於9.6870 我算算一樣 好 這樣對嗎 就是這樣子做 好 所以這個就是算 如果分子 我們的每期的租金 是改成16萬的話 我的貪銷的利率必須是 9.687 最後才會把它貪銷完 要不然的話就會貪銷不完 所以要去算它的隱含利率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那再來看一下 如果租約修改 好 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把這邊看完 第四 第四點的部分 就不動產的部分 我就不講了 所以考試也不考 我們就接 下個禮拜就講 第十六章 收入的認列 好 看一下呢 第21題 就說如果租約修改 使它的融資租領變成是營業租領 然後就把當時後的資產負債全部充掉 因為營業租領就不用承認這些東西啊 好 所以看一下呢 一樣是市立十二 好 它給你的運收租領款 應付租領款 為實現利息收入 好 然後 資產 累計則就都給你了 好 它現在說呢 我把它的租期 好 改為八年 然後每年租金降為十二萬 好 那這樣子呢 這樣的調整之後呢 它就告訴你說 它的性質就變成是營業租領了 它直接告訴你是這樣 好 好 那這個時候呢 租領物的供引價值七十萬 請你做這個成租人跟出租人要做的分路 因為它從營業租 那個融資租領改為營業租領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修改之後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好 那因為它是營業租領 就成租人不用承認應付租領款 出租人要把原來的出租資產把它收回來 因為帳上就要承認 因為它是一個營業租領的 好 所以原來的分路就把它顛倒回來就好了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成租人 好 成租人稍微簡單一點 因為 它只要把原來的分路都沖掉 然後呢 這個中間的差額 就是租月變更所發生的損益的問題 好 好 那個同學為什麼這麼早就要走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因為就成租人來講 原來它有應付租領款 我要把它沖掉 好 在差二年初 它有應付租領款的餘額 看是多少 它原來帳上有租領資產 我也要把它沖掉 那租領資產 就跟著累計折就 我也要把它沖掉 好 所以這些金額 在營業租領資產都不存在 所以我通通把它沖掉就對了 好 那我的租領資產呢 應付租領款呢 在那時候是 852792 那我的租領資產 欸 累計折就是198147 租領資產呢 是990736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中間 如果有借方跟帶方不相等 帶方比較想 我就諸約變更的利益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現在是852792 加上198147 減掉990736 所以呢 我的代方要多一個60203 才會平衡 好 所以這個是諸約變更 的利益 好 因為我的借方比較大 好 這是成租人 那出租人呢 一樣 只差在什麼地方呢 好 因為我收回來的這個租領資產 它的公允價值剩下70萬 好 所以我的租領資產 這條件上面 他告訴我出租資產收回來 70萬 他告訴我公允價值70萬 那我要把應收租領款充掉 好 應收租領款要充掉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也要充掉 原來在單方就寫到借方來 就充掉了嘛 好 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 金額是剛差掉了 所以這邊是1214 624 好 那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351多少 看一下 特別上面的 351026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借貸方 好 因為我的跟租領 出租人來講 跟租領有關係 就是什麼 應收租領款跟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都充掉了 我們的借方是 351026 加上70萬 減掉1214624 所以我的 太快了 70萬 加上351026 減掉1214624 所以我這邊有16萬 借方比較小 163598 就是諸約變更損失 因為貸方比較大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反正就是把 既然是 改為營業租領 所以資本租領之下 所有發生的坑目 你一定要把它沖掉 好 那就出租人 這個東西就回到他身上了 因為營業租領的話 出租資產 這個資產算什麼 出租人的 那一開始融資租領的時候 或者是銷售型租領的時候 他先把這個資產都沖掉了 先要把它收回來 那收回來的公允價值 只有70萬而已 好 你所以不能說 我當時候公允價值 一開始是990 990 736 然後呢 攤銷到現在的 那個帳面價值是 198147 所以他入帳的出租資產 是這樣 不是 因為我收回來的時候 必須以那時候的公允價值入帳 好 中間的差 如果相反的 我的貸方比較小 那我就寫了 租約變更利益 有可能兩個都有利益 不一定說 一邊的損失 就一定是另外一邊的利益 好 你看數字也不一樣 他損失是165 16萬5000 16萬3000多 他的利益才2萬多而已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這是諸約變更 而且變更之後 從資本朱利調整為變更為營業朱利 所做的分路 這樣清楚嗎 好 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講到這裡 這一章就考到這裡 謝謝 謝謝